歡迎收聽AE的頻道,今天是2021年11月15日 國際運費上升其實也影響到越南本地的餐廳的成本 可能國際運費想一想為何會跟本地餐廳有關 它又不是做國際貿易 其實因為有很多食材都要透過其他國家運進來 如果國際油價貴的時候,食材進口的時候價格也會上升 其實不止國際運費,甚至本地運費 大家都要用石油,大家都要用能源 就算是本地運費也會增加 現在在胡志明市,譬如一家賣越南可粉的餐廳都說要加價 譬如一家賣越南粉的老闆就表示 現在將一碗粉絲湯,由萬七越南盾升到二萬越南盾 即是加了差不多17% 折合美元大概八毫左右 而越南粉呢,即是有麵的話 本身買開三萬多元越南盾 現在要四萬多元,不會便宜到四萬多元才可以吃得到 所以,如果你說越南粉都加價呢 就是影響到民生的 因為,越南粉是一個越南很普遍的食品 越南粉也是全世界都很受歡迎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的 但是,現在你說的價格 都加了又是接近兩成 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人民的消費意欲 又或者反過來,我看到很多商家 會把份量減少一點 可能越南粉本身的價格不加的時候 就把份量減少 唯有吃少一點就當減肥 但是呢,其實有些大型連鎖的餐廳 他們不加價不特地 還是減價去做這個促銷 這個就各自有自己的板斧 他們大財團 資本雄厚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一般的中小型的餐廳 我相信就未必得 也不是每個連鎖店都這樣做 例如這個越南的公茶 公茶就是專門賣台式的珍珠奶茶 他們都說明年開始都要加價了 因為珍珠奶茶他們的材料 一定是要在國際那裡混進來 主要是台灣 成本上升的幅度 一定是會比本地更加多 我們繼續跟進另一單消息 因為電子商貿的蓬勃 在越南對於那些凍倉的需求都提升 凍倉就是那些 倉庫裡面可以儲存冷凍的 主要是食品 食品就需要冷凍 其實現在來說 全個越南只有48個大型的凍倉 主要是外資是外國投資者 其實這些冷凍倉庫市場裡有六成 都是由外國投資者投資興建的 其實不少電子商貿的大型平台 相信他們都有投資做冷凍倉的 現在的冷凍倉的租金 比起去年都增幅得相當多 以南部其中一個冷凍倉庫租金 第四季度來說是每噸87美元 比起去年的第一季度上升了接近1.7倍 這單消息可以補充到我們剛才所說 即是你這份本地的餐廳 食材在冷凍倉的租金成本上升之下 也會推高食材價格 第一太平大維斯在越南當地表示 那些冷凍倉庫市場 其實預計每年增長都有接近12% 去到2025年市場的規模會達到2.95億美元 我們再跟進一下股票市場的消息 越南的股市在星期一收市1,476.57 交易額是風升可以說 升了28% 在指數成份股中 有一隻是做電力生產的公司 叫做POW 上升6.9% 那你電力股升得這麼急 是不是電費也有調升呢 其次升得多都是金融股為主 那股市繼續暢黃 但是金價那邊 剛剛的內容也有說到 金價也升得很厲害 會不會呢 其實金價升得急 這也是我個人的猜測 所以如果有哪位網友知道 為什麼金價的需求這麼強勁 都可以告訴我們 最後我們都是報告疫情數字 新增確診是8603宗 比起昨日有輕微的上升 多謝你的收聽